amworknews 今晚跟大家講一講拳坦的神奇小子曹星瑜 曹星瑜在打贏了台灣大學生的表演賽之後 突然急轉彎 就說不再打職業賽轉打業餘 向奧運出發 有很多人跟他計數 就說他這樣做會少了過千萬的出場費和商業贊助 不過只要看看今天不同報紙 他們的頭版是某個大型體育品牌找曹星瑜做主角 這就證明曹星瑜的商業價值有升無跌 所以究竟他轉打業餘之後會不會少了收入 這方面我覺得未免言之過早 另外一方面其實再看看 作為職業拳手打了那麼多場 拿了金腰帶下一步就是要面對來自不同拳手的挑戰 最後一個結局就是輸了 輸就是要將你的金腰帶雙手奉上 反過來現在曹星瑜可以勉強了這麼尷尬的場面 而且如果他轉打業餘 贏了奧運冠軍的話 這個奧運的頭銜就永遠不會被搶走 所以對於曹星瑜來說我覺得轉打奧運 對於他長遠的這個體育的生涯來說是有益無害的 反而現在另外一個令我有一些原念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曹星瑜究竟會代表香港還是中國去參加奧運會 如果大家有些記憶的話 或者對於足球都有些留意都會知道 香港有一個足球小子叫戴衛進 戴衛進之前原本是入選香港足球代表隊會參加操練 但最後他沒有去到選擇跟中國隊進行練習 這個就證明了其實香港的運動員 其實每一個都有機會選擇自己 最後是經哪一條路線去進軍體談或者奧運會 不過這樣最後無論他是選擇中國或者香港都好 我覺得分別都是不大的 因為最緊要都是他自己體育生命 能夠得以一個最佳的一個回報 今天跟大家談到這裏